这个叫Overboard 这个是英国品牌专装防水袋 IP66防水 很软水、吹水,没问题 横倒的好处就是这里 这样打开,手帽店里面 你不大概瞄到东西在哪里 一手拿进去,袋子就不用濕了 半斤的防水袋 只放一部电话,你可以用一个电话尺寸袋 但有时可能想带多一点东西 这个版本是2L 我最看重的是横倒 我不知大家有没有见过 有些防水袋是这样直身的 你用防水袋,基本上手手脚脚很多时都是濕的 对不对? 我以前有一个这么长的防水袋 这么高,20L左右 招东西,你的手就整个海水 拆下招,拆下招 招完之后,卷回它,等一会儿 然后又招,招一轮 基本上,你的防水袋里面都是濕的 但是横倒的好处就是这里 你这样打开,你手没有碰里面 你大概能瞄到一件东西 一手拿进去,袋子就不用濕了 而且你看到有容易拿一些 不用拆太久,直到一些 捞一下捞一下捞一下 2L板和4L板 都会有一个小腰包 这个小腰包不防水 有一个乾坤可以帮你装一些 不需要防水的东西 你可以放水瓶 它又不太压位 你可以不用的时候,又把它包起来 搞定 它捞完之后,旁边可以这样扣 捞着防水,对不对 如果你看到防水袋是两边这样扣的 你立刻打开它 看看它这样扣不扣得起来 两边的车马一样扣不起来 可以不要买的 这个叫Overboard 这个是英国品牌专装防水袋 IP66防水 即是不能浸在水 不可以整个扣在水底 不可以 但是很软水,吹水,没问题 背着油水,潜水不可以 但在水面上吹它,跌下水,OK 没问题